之前我們在節目中 常跟大家聊到 現在的汽車市場 幾乎是呈現了二分法 那就是買休旅車跟不買休旅車 而這當中不買休旅車的消費者 也常常會遇到一些抉擇 就是頭一款車 可能會有仙背車的選擇 也有房車的選擇 雖然說房車多雷結的尾箱 使用性更高 但是仙背車車身非常靈活 而且外型又相當的帥氣 難道只有房車能夠符合 家庭的使用需求嗎 我們從在台灣的汽車市場上面 的銷售掛牌數據 你會發現說 這個現象好像不是這樣 就是似乎買仙背車的人 要比這個房車還要多上許多 艾達 沒錯 其實這個四門房車 跟五門房車的選擇討論 一直是很多消費者在買車之前 一直在百思不得其解的一個問題 那為什麼會有這樣的想法呢 其實我覺得五門房車 因為它比較偏 就是所謂的仙背車型 基本上它就是屬於一種 運動化的一個表象 當然你買一部車子出門 除了帶步之外 還是想要帥對不對 所以五門仙背車看起來 事實上也比較帥一些 那再加上現在這種所謂的 駕駛主義的一個抬頭 大家都說 除了帶步之外 你還要享受駕駛樂趣 所以性能小鋼砲 通常也會落在什麼 落在這種五門仙背的車型上面 當然我如果沒有買小鋼砲 我也想要 開跟小鋼砲一樣的外型 是不是這樣對不對 尤其是這類的同樣的車子 又推出了四門 又推出五門的車型 通常是屬於中小型的車輛等級 那既然你都要選擇中小型的車子 你當然會希望說它進出 小巷子 停車位的需求 不要太過於需要長的停車位 五門房車這時候就擁有 這樣的一個優勢 好 所以怎麼選呢 我們來看一看 大部分台灣的消費者 在這樣子的等級 都怎麼選擇 因為我們用銷售數字 來跟大家去做分析 首先你看我們列出的三款車型 分別都是有四門 以及五門車型的設計 例如說福特的Focus 它有Sedan的四門車型 也有五門的車型 Toyota Vios是屬於更小 一個等級的四門房車 加上Toyota Yaris 基本上就是有屁股 跟沒屁股的區別 另外在中型房車 也有Mazda 3的四門 跟Mazda 3的五門的房車 你來看一下銷售數字上面來講 如果說用6月來講 今年6月的一個銷售佔比來看的話 你會發覺買Focus五門的消費者 有501輛 買四門的只剩下152輛 連三成都還不到的配比 這個就很特別了 就像我剛剛講的 這樣子一個極速的車型 我想尤其是Focus 它有C2的底盤 它有高剛性的車體 它強調還是有非常多的運動感 以及操控性的表現 這樣子的消費者 骨子裡可能多半都帶有一點什麼 熱血 那這個熱血 當然我想要買鮮背車 看起來想鋼炮車一樣的這個類型 那如果我們再看到 以Toyota Yaris來說 跟Toyota Vios來說 這就是我剛剛講的 它屬於比較小的車型 在小的車型上面 我既然都選擇小車了 我當然選擇短一點的Yaris 因為停車來講會更加的方便 我的需求就是小車 可見得我沒有那麼多載運空間的需求 所以在這個銷售數量你就會發覺 以Vios四門Selaine的車型來說 它賣了429輛在今年6月份 Toyota Yaris則賣了872輛 佔比就是一倍以上的比例 那另外你再看到 Mazda3的四門房車 以及五門先輩車的車型 這就比較特別了 因為這個車型是進口的 對不對 所以它必須受到 供給量的一個管控 那另外如果說用銷售數字來看 在6月份的時候 四門的Mazda3賣了57輛 五門的Mazda3只有賣了93輛 你有沒有發覺好像四門多 這個佔比就稍微比 前面兩款車型來的高了非常多 對不對 這個比例就蠻有趣 因為為什麼 我覺得在造型的設計上面 Mazda3當初五門車型推出的時候 它那個造型設計 其實是在整個引起 非常大的一個話題 不過整體而言 還是買五門先輩車的消費者 是比較多的 所以可以見得在台灣的市場上面 五門先輩車的需求 它是比起四門的這種 SATAM房車來得多 同樣的道理 你可以推估到 既然需求來得高的狀況之下 未來你要賣車的時候 它的後手承接度跟保值性 相對而言可能都會比 同型的四門SATAM房車 來得更好一些些 但是觀眾朋友 你的選擇 你喜歡的 是不是跟銷售的數據上面 是不謀而合呢 我們來聽聽看專家 他們的選擇又是什麼 因為其實我們節目中專家 每個人都有每個人不同的見解 有時候真的是逆向思考 不符合這市場的一個看法 那我們就請四位專家來舉牌 如果以同一個車款來說 它有四門的選擇 也有五門的選擇 你們會怎麼選呢 來請舉牌 OK 好 我看一下喔 五門的有兩票 四門的有兩票 好 我們來問一下 我覺得蠻特別的是 這位年輕人 請問一下你為什麼 會選擇四門啊 少年老闆 好 我跟大家講 就是因為大家都說五門先輩 年輕很動感 但是對於我這種年紀 輩分比較輕的人而言 我會選四門房車 首先第一個 大家覺得先輩車機能比較好 確實 沒錯 但是四門的三箱房車 其實在台灣市場 都是空間比較大的 也就是說 它多了這一節的車位 你多了很完整的行李箱的空間 有的時候 不管是它隱蔽性 或者是整個座倉的隔音 你要置放物品的時候 容積 表現都是比較好的 那其實我必須抱怨一下 其實台灣的汽車市場 自古以來 有的時候這種有販售四門房車 有販售五門先輩的 單一車型 通常五門先輩的等級 可能都會比較高 然後配備會比較好 所以導致有的時候 這種三箱的房車 是相對比較弱勢一點點的 那但是也有一些例外 譬如說像 Nissan Sentra 它就比替打多新了一個世代 那如果考慮到 先輩車的那種機能性 我其實可以推薦大家一台車 就是Skoda Octavia 它也是三箱的 但是它的後門 就是連擋風玻璃一起掀起來 智芳物品就很方便 其實回到我剛剛說的等級的差異 我其實自己最近最有感的一點就是 譬如說我蠻喜歡 Mazda E-Sky Active X 可是它只有在五門上面 四門的房車就沒有配 為什麼它四門沒有 對 就比較可惜 是因為銷量的問題嗎 對 畢竟五門先輩還是市場的主力 就是還是有一些這些差異 不管你喜歡四門 喜歡五門 在選擇的時候 多少還是會為這些配備術 那除了智芯之外呢 向來就是喜歡特立獨行的正傑 你怎麼選了跟大部分人一樣的 五門先輩啊 對 既然沒有兩門跟三門 可以給我選 我就是選最多門的 至少這樣子比較實用 剛剛其實艾大姐有幫我們介紹了 五門先輩車 在現在來講 首先比四門最大的優勢 就在於因為喜歡人更多 表示後手接手的人意願更高 二手車價就會更好 這是最現實的考量 除了這個部分以外 其實我們講車是要自己開的 不要管後面人家買貴還便宜 那另外一回事的話 說真的 剛剛志祺有提到了 先輩車因為尾門是上先的 所以你行李箱的開口面積 一定是比四門房車 我現在只是同級的 來得更大 所以你有些東西呢 尤其是大型物件 像高爾夫球帶 或者是家具之類的 你會比較好 直接搬出來 像我的房車的話 可能就要想辦法把後座椅放倒 再看怎麼塞才能塞得進去 萬一底板又不平整的時候 哇 那就很吃力了 像腳踏車也是會有這個狀況 那騎士當然就是造型 五門先輩車看起來 確實大部分來說 會比四門房車比較年輕 剛剛冠儀有講的 他是想裝老 我們當然就是想裝年輕 對不對 所以看起來比較帥也蠻重要的 然後停車的部分 因為少了一些尾箱 有的時候對於新手來講 判位上他的自信心會比較高一些 其實真的開習慣了 差異不大 但是那個信心度會比較好 那除此之外 因為五門先輩的關係 如果那台車稍微大一點 中型以上的話 也許你把後面都放倒了以後 你甚至還可以當車速 雖然比較憋一點 但是你勉強還可以坐在後面 甚至我在海邊看過有人釣魚 他就直接把尾門打開 當遮陽遮雨的 他就坐在尾門的門檻 然後就開始釣起魚來 然後或者是看風景什麼 好像聽起來也蠻浪漫的 所以要我選的話 這兩個硬要選 我會選五門先輩 理由就在這裡 對 而且請你 我會發現很多的女性消費者 會選擇五門先輩車 很多原因 像我周圍的姐妹 她們就覺得說 五門先輩比較好停車 因為少了那麼一節的尾箱 感覺上那個壓力就會少一些些 那大部分人可能會覺得說 買房車比較適合家庭 那可不一定 那像我們這個Rick 來 帶我們來看一下 Rick你本身也是屬於 先輩車的支持者 五門先輩對不對 那如果說以年輕的族群來說的話 當然我們在入手第一台車 甚至於家裡的第二台車 都會考慮這種非常都會型的 這種先輩車 像Kia的Bicanto 銷售成績就相當好 其實他推出以來 現在每個月的銷售成績 都還算是相當不錯 對 幾百台幾百台 而且他已經殘年滿久 是國內進口小型車的銷售冠軍 是 對 但是他應該會對於 Kia這個品牌 其實這幾年來其實變化滿大 平常講他不管是配備上面 或是造型上面 其實都已經一直 慢慢的都在進化 而且每次新改款的車型 他推出來之後 其實大家都眼睛為之一亮 沒錯 那其實Bicanto這台車 他還是強調就是一個高CP值 今天是一個 可能剛考到駕照的年輕人 那家裡的人想要給他開一台 進口的小車 那市場上面有哪些選擇 CP值最高的 我想應該就是他了 對 基本上他的入手價 從54.9萬到65.9萬 那我們這個今天算是比較高階的 GT-Line的車型 你看到雖然說他的價錢 就大概在65萬左右上下 其實是一般的 我們今天新手想要開車 小資族群 其實是很容易入手的 對 60萬上下 是一般會買先備車的人 可能會考慮的 對 然後大家可能說新手上路 他還是會有一些顧忌 因為他的車身尺碼 他還不到三米六 三米五幾而已 很迷你 所以你在路邊停車 想要鑽小巷弄等等 路邊停車其實基本上 都不會有太大的問題 機械停車隔這些 其實影光保護公司 地下室什麼的 你都不會 因為他這台車讓你覺得 好像開車好像會有點壓力 對新手來講會很輕鬆 然後他的包含新世代的 一些外觀的配件 比如說我們今天這個GT-Line的車型 他還有這種飾演式 這種LED的這個日行燈 其實科技性看起來也是有的 然後他連那個方向燈 是在下面這邊 他也是用LED的 然後包含了GT-Line 他會有一些造型上面 鍍鉻的配件 鋼琴頭巾界面 然後前面有些紅色的 是 用跳色 其實就是為了要營造 他外型上面 比較年輕動感的氛圍 可是你不要看他的頭燈 雖然是設計非常好看 但對於一些這種新手 或者是開這種小車的人來說 他的夜間行駛啦 還有他的照明度等等 其實跟安全是有關係的 這個當然也有 因為我們都知道 我們常常節目上常在講說 那些比如說IHS這種防撞的一些測試 其實燈光這部分 早就已經列為這種安全 的評比當中 評比之中了 對 沒錯 然後像我們可以看一下車側的部分 他也是導入那種 現在非常組的那種 雙色切銷的旅圈 那你買到GT-Line這個等級的話 你就會有這種雙色切銷 16吋的 很少 很少小車 可以配到好看的旅圈 你有沒有發現 沒有錯 沒有錯 看起來其實車側看起來 也是相當的動感 你不要看他車子很迷你 其實他的配備 我個人覺得他還給的算是蠻到位的 就像剛剛我們在車頭看到 他有一些跳色的 你看像是側裙 他也是用這種紅色的來點綴 對 好漂亮喔 對 看起來其實真的還比較 年輕重感一些 就會比較活潑一些 對 尤其是適合 我覺得還蠻適合 這種年輕人的口味啦 然後他上面 我們這個等級 他竟然還有個天窗 小車有天窗欸 難怪你剛剛說CP值很高 CP值真的超級高 對 然後再來呢 他其實在主動 主被動安全科技上面 其實我覺得他也有把這個 他們Key 他們的一個安全科技 就是DriveWise 部分的有導入到這個車子裡面 雖然說他沒有那種ACC 但是他有全速域的車道 這蠻特別的 對 這基本上會讓我們 在高速行駛上面 起碼他會你開這個功能之後呢 他全速域的車道之中呢 會讓你在開車的時候 其實起碼可以減輕一些疲勞 對 而且當初呢 Keya的Picconto為什麼受到矚目 就是因為他在這個小車裡面 不只價格有優勢 還有他有AEB 是 小車很多是沒有AEB的欸 就是自動煞停 就是自動煞停 所以他的一個 我覺得他的基本上 他雖然說安全的 主備的安全配備 沒有給到那種ACC 但是有車道之中 跟AEB的緊急自動煞停 他已經是對一般駕駛人來講 已經給的商量到位 沒錯 而且他也顛覆了大家 對於小車會覺得說 小車都不安全 不會喔 因為他安全配備配得很滿 再來都會型的這種小型的先備車 它的實用性上面呢 是不是符合大家期待 真的 我個人覺得 第一個我們剛剛看到頭尾燈 他都有一些LED的日行燈 那尾燈的部分呢 他這邊也是用LED的燈具 他其實在晚上看起來 不要說晚上 白天看起來 變適度就已經相當好 對 而且你看它是SVM 對 三顆M有沒有 SVM在上面 有一個M的造型 他呼應車頭方面 因為他車尾也是在保管這邊 他也是有用一些飾調的來點綴 甚至於你看他有做一些那種 Diffuse很運動化的那種 對啊 下巴真的很不錯 GT-Line這個車型的話 你就會有像這樣子的一個外觀的配件 對 然後後行李箱呢 其實我們可以來開一下 它基本上 剛剛我們有提到 其實先備車的好處是 它的行李箱的開口 後行李箱會非常大 所以我們要放東西 拿東西呢 其實也非常方便 它的行李箱這樣看起來 有250公升 你可能覺得 這樣看起來好像我放的 好像稍微小一點點 小一點對不對 其實它下面還有一層 還蠻深的 對 它下面還有一層 所以你基本上 你可以讓它 就是你的東西呢 其實可以靈活的一些脂肪 等於是它還有隔間 對 樓中樓的感覺 座椅這邊呢 其實還是可以六四分離 假設你想要放更多 比較長型的東西的話 你還是可以把後座的座椅 放下去 放平之後呢 你還可以放更多的東西 所以它開口的部分 高度其實是相當夠的 是啊 是啊 我覺得雖然麻雀雖小 真的是五臟俱全 是